湖南岳阳洞庭湖一线低防绝口已经完成河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洞庭湖的现场 好 我们看到是湖南岳阳洞庭湖一线低防绝口的现场 可以看到绝口已经完成了这个河龙 封堵是成功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是遭遇近20天的强降雨之后 湖南省岳阳市华融县团州院洞庭湖的一线低防 在5号的傍晚决堤 当时掘口一度是宽达226米 那么此前为了尽快堵住掘口 当地组织近5000人上低封堵 一直采取人歇 机不停 两班到作业的措施 封堵保持着较高的强度 而当地人民表示 当掘口被堵上之后 清理工作还包括抽牌水 电力 各种设施恢复等等 可能还需要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来处理 而未来几天 当地会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 对救援人员的体力是严酷的挑战 好 有关此次洞庭湖绝口的更多消息 马上连线正在湖南洞庭湖一线低坝 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琦 陈琦晚上好 喂 晚上好 客服 你好 东庭 你好 东庭湖一线低防绝口我们看到已经实现和龙了 你在现场有什么最新的资料 那么读口完成之后还需要做什么呢 好的 客服 实际上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河龙的时间是22点33分 其实在河龙的那一刻 其实还是看着了两台推足机并相向而行 把最后的一些石块推到了中间 完成了这次的一个河龙的工作 其实在早前湖南省副厂长就说 他们其实在河龙工作的推进的已经达到了3.5米每小时 其实大家其实都在等着今天夜里的这个一个河龙工作 包括公布的数据也显示 现场的解放军包括武警已经增加到260民兵 也增加到1000人 我们现在其实更关注的一点是到了河龙之后 包括从院里头把水抽出来 包括恢复一些生产 恢复电力 恢复一些居民让民众来回到家园 这些工作呢 其实当地居民讲可能需要大概两个月到两个半月 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因为要一点一点恢复 就是现在更关心的应该是它的第二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在今天呢也发生 今天上午呢其实发生了一级比较大的一个管涌 但是经过超过300名的级 包括武警在那一些 阵地的控制 所以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制 好的 非常感谢陈琦啊 在东丁湖绝口的一线现场的报道 那么也祝愿灾区的群众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